班季籃球賽有16支隊伍打單淘汰賽 一開始隨機抽籤決定賽程表 如果小米他們班呢 只要不遇到去年冠軍隊7班都不會輸 那麼請問小米他們班在決賽前就遇到7班的機率 那按個暫停想一下啦 那這題是可以考的 他的討論量其實不會很大 那你想說都16支隊伍了 討論量也不大嗎 那是因為我們其實不怎麼需要算 但是你要正確的想像他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你就沒辦法正確的想像 我們這裡有16支隊伍嘛 打單淘汰賽就是沒有敗部復活的那一種 那我們在排列組合那裡討論過單淘汰賽跟雙淘汰跟循環賽 如果沒有看到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那在我們算這題的時候不需要用到排列組合的那邊的 至少這題還不需要 不需要用到那邊的姿勢 為什麼呢 他問說在決賽前就遇到7班的機率 其實像我們這樣的話 那就是說小明自己隨便選一隊吧 那你高興選第一個也可以 要不然我們把小明填這裡好了 那怎麼樣的話 小明才會在決賽前遇到7班呢 其實這有點像什麼 有點像我們前面有一題那個 小明跟小華同一天當值日生的問題嘛 就是說小明隨便選的情況下 小華我們那個時候說123455天各要兩個值日生嘛 所以有10支籤嘛 小明隨便選小華要抽到小明那一天就剩9分之一了 因為那一天兩支籤小明抽走一張剩一張 然後總共10支籤小明抽走一張剩9張 所以他的機率是9分之一 那我們這題也是一樣啦 就是說現在小明呢 隨便選到選在這個位置上 那小華他要在決賽前就遇到 其實代表他要選在這一區啊 因為他在選在這一區的話 他就會在這裡就遇到 他如果選在這一區的話 就會一路一直要打到決賽才會跟小明遇到了 所以說呢他剩下15分之7 這就是這題的答案 好很簡單吧 那麼呢 如果今天有16支隊伍打單淘汰賽 隨機抽籤 小明他們班的實力在第7 就是那個第7種子 那在打單淘汰賽的時候呢 因為還會抽籤嘛 你搞不好第一場就遇到冠軍 你就刷下去了對不對 然後說這個勝負完全由實力決定啦 簡單來說 就是在這16支隊伍裡面有6支比小明強啊 可以嗎 好這已經是非常大的暗示 請問小明他們班只打3場就被淘汰沒得比 那這個只打3場哦 你可以調整一下就是洽打3場 這裡要問的是洽打3場 洽打了3場就被淘汰沒得比了 好那請問這個機率是多少呢 一樣哦 按個暫停想一下哦 好我們來看喔做出來會怎麼樣哦 就說一路打到最後的這個冠亞軍賽的話是第1場 1 2 3 4場 然後說他們洽打到3場 換句話說他們會進入這一條線 可是會在這條線怎麼樣遇到比他們強的 也就是說他在打到這一條升上來 升上來之前都不會遇到比他們強的 可是會在升上來之後遇到比他們強的 可以嗎 好那這個機率是多少呢 也就是說小明他們隨意選選一個位置哦 接下來呢 在第1場跟第2場遇到的選手都要比他弱 那我們說在這一個題目裡面哦 其實全部總共就是有這個 1 2 3 4 5 6 小明他們翻哦 我們就寫名吧 小明是第7嘛 總共16字隊伍嘛 所以後面還有9隻哦 可以嗎 所以這裡這裡要從9隊裡面挑3隊出來 那其實挑出來怎麼排我是不介意的 所以可以寫C哦 我們就會有一個C9取3 在這裡 然後 在這邊呢 他至少要有一隊比小明強 但不能夠都比小明弱 但他可以有很多隊 他可以每一隊都比小明強 但是他至少要有一隊比小明強 所以他變成是這個1減掉都沒有比小明強的 然後我們用1去減掉這個都選到比小明弱的 那我們要加一下分母 剛才這裡呢 本來隨意選是在15隊裡選3隊 然後我們限定要選比小明弱的 所以C9取3是分值 這邊呢在這裡3隊選掉之後還剩下12隊 12隊裡面選4隊 然後如果你全部都選到比小明弱的 這我是不接受的 所以在這裡用1減掉C19取4 可以嗎 然後呢再來這邊呢 就隨便吧 就隨便 這裡就你這兩個確定了就可以知道說 小明一定會在這一組裡面就是被擊敗吧 所以這裡就隨便選 那於是我們就來寫答案最後會是 所以我們C9取3是9乘8乘7除以3接 分母C15取3是15、14、13乘3接 那這個除以3接 3接都約掉 後面這裡也是1減掉 這個C12取4和C6取4的4接都約掉 5、4、20 6約掉 3約掉 所以這邊剩下33分之1 所以 右邊剩33分之2 7 約掉 2、4 這樣子 所以這裡是65分之12 OK 然後大家還可以再約 再約一下 約個3 所以是715分之8 沒關係 從這裡開始 更正一下 這個是1-1 1-1 所以是33分之32 不是2 所以這個是715分之128 58 這樣可以嗎 這答案 班記籃球隊 如果有16支隊伍打巡迴賽 所有的對戰場次都隨機決定 如果小明的實力排在第7 請問前5場都跟比自己弱的隊伍比的機率呢 那其實就等於說他一定會打其他的15隊 然後他問你就是前5場都剛好選到比自己弱的 其實這一題還反而比較簡單 等於說你這個 全部的情況是 你會把那個15個隊伍排一列 那個一個一個去打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15接 那現在他說前5場都跟比自己弱的隊伍打 所以現在的話等於是 把從你 從那個比自己弱的9隊裡面挑5隊出來 那還是有排順序 我們下面有排上面就排 因為我們15隊都打 所以就是這個P9取4 P9取5 然後剩下的呢 還有剩下的4隊呢 去跟其他的隊伍混在一起 所以還有10隊 對不對 就是還有4個弱的跟6個強的 直接 那等於說你的那個分母有15 14 13 12 11 9 8 7 6 你如果一個一個挑 其實寫出來的也是這樣 就是15分之9 14分之8 OK 然後約分 3 2 6 2 約掉兩個2 這剩一個2 約掉剩一個3 秋美有得約了分母剩下13乘11 143 分子剩下6 可以嗎 這是這個問題 然後來看這題 5個人猜拳 剪刀石頭布一把 不分勝負的機率是多少 那其實就是你要去想像 怎麼樣會分勝負 怎麼樣會不分勝負 會分勝負的話呢 就是 只有出兩拳 有勝負 只有出兩種啦 只有出兩種拳 那不分勝負的有兩類 一種是 一種是 都只出一拳 只都出同一種 還有一種是 三種拳出了 大家看之下 好像不分的有兩種 可是 比較難算 可是其實這兩種 還蠻好算的 對不對 因為只有一種的話 如果我只出一種的話 那 我就想說我三種拳都可以出 對不對 三種拳都可以出的話 那 大家都出這一種啊 所以你本來會有 三個人任意出拳 是三的五次 結果怎麼樣 就是全部都出同一種 這樣子吧 就 二四三分之三種 如果我三種拳全都出了呢 對不對 三種拳全都出了的話 那我們在討論 三種全部都有出的情況的時候呢 我們要去想 就是說 五個人 所以他可能這三種拳 會是三個人出 同一種 就是三個人出這一種 另外兩個出 其他的這兩個 以及 某一個 某兩個人出一樣的 某兩個人出一樣的 另一個人出不一樣的 這樣子 那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還要去分 以311為例 這個剪刀石頭布 配給311 就是哪一種拳是三人出的 所以會有一個三接除二接 這個二接是11 沒差別除掉 乘上 現在已經知道 確定的是剪刀剪刀剪刀石頭布 然後去配對給什麼呢 加一秉丁物 配對給剪刀剪刀剪刀石頭布 所以是一個 五接除掉 三接一接一接 那你的算是寫自己看得懂就好了 你要寫C也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寫什麼 回來 回來看的時候要能夠理解它 加上 221這邊呢 一樣就是三 剪刀石頭布配給221 所以三接除二接 這裡的二接是有兩個二 乘上 五接除掉 二接二接一接 那分母一樣是三的五次 可以嗎 所以這個是 二四三分之三 這個是 二四三分之一百五十 可以嗎 所以如果今天他說 他不分勝負的幾率 我們就這兩個相加 所以是二四三分之 一百五十三 等於 來約個 可以約9耶 可以約9 約掉9的話 剩下27分之 17 這答案 然後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有分出勝負 也就是 恰好只有兩種拳被出了 那也就是有一種拳沒人出 那他可以分成410 或者是320 這兩類 那這裡提醒一下 你不需要決定 哪一種拳贏的 因為假如說我今天分配320 是剪刀三 石頭二 那320 那是石頭贏 假如說剪刀三 布二 320 那就是剪刀贏 也就是說我只要決定哪一種拳三 哪一種拳二就好了 只要是320 就一定會有人贏 好 那我不管贏是用哪一種拳贏的 也不要管贏的是三個的還是兩個的贏 其實這些都會在這個320裡面出現 好 那所以說 其實就跟剛才的算法一樣 我們在這裡要先算一個 剪刀石頭布配給410 剪刀石頭布配給410 所以是3接 然後 五個人配給這個 假如說是剪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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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石頭 這樣子 那所以他就會是一個 5接除以4接1接 這個3的5次 那這裡的話 剪刀石頭布配給320也是3接 乘以5接除以3接2接 也是3的5次 這樣子 那於是我們就會看到呢 這個 這裡是5 5乘以6是30 然後這裡是 120除以12 10乘6是60 跟我們剛才的153合起來剛好243 可以嗎 所以你也可以用1去剪掉這個部分 都可以 這題問的是不分勝負 所以你用有分勝負算出來還要剪 那哪一種比較簡單 其實差不多啦 這樣看起來這個少算一個 但是就是真的只差一點點 你在做之前也不會知道 好那我們再集上到這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茁范